近期,有一個字,最多人有觸動,就是見面,在聖堂裏面,那些人見面,哇,很久沒見你啊! 見面原來是很重要的,做時間有很多是視像,或者其他方面的方式大家見到,不過親自面對面,為人是一個很需要的。 今天第一篇讀基尼治救藥的《列王幾下》,握你首先知,時時經過縮能這個城市,她很早和這個城市中一對年老,但是沒有子女的夫婦成為了好朋友,尤其是那位年老的婦人,她對於天主的人,時都懷有敬意和愛慕。 這位年老的婦人,她很富有,她不單止被握你首先知一些幫助,而還接待先知到自己家裡邊,希望使先知,感覺到她也都成為這個家庭的成員之一。 這位婦人的行為取悟於天主,而天主也都賜給一個更大的喜悅,就賜給她一個兒子。 握你手可以說是一個代表人物,代表那些離開自己家鄉家庭的生活的人,而她選擇的是為了服務天主和福音而完全奉獻自己的信徒。 和那些只是擁有豐富物質的人比較,他們更加願意和其他人分享他們的信念和思想,和其他人建立深厚的友誼,尤其是其他人孤獨,困難和失去信心和勇氣的時候,願意和他們一起,支持和陪伴他們。 我們坐堂在八月,將會有一百二十五位的後使者,將會領使。 在這個之前,我分別去到十四個不同的募道班,見一下他們,和他們談談,和主持這個恩選禮和考核禮。 其間,我問各位的募道者,在前年或者去年接受了收錄禮之後,到現在,特別過這幾個月的疫情當中,他們有什麼感受,或者反省,或者有什麼改變。 很多他們分享的時間,最初的時間,他們有很多問題。 有很多人形容自己是一個緊張大師,包括代父代母,都是緊張大師。 不過,脾氣以往很大,經過了一段時間,覺得都收斂了。 還有,較為容易接納其他人,懂得祈禱。 特別,在分享的期間裏面,他們近期,雖然有很多障礙,不過,都有感恩的心,和信賴天主的心。 除了問一些的募道者之外,我都問全導員,他們認為這一班,這一屆,是一些不一樣的募道者。 他們可以說,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決心。 因為他們經歷過社會的運動,和病毒疫情的影響,其實都可以影響很大。 不過,看到他們來講,感覺到是天主對他們,給多點時間準備,和更大的考驗。 而有些全導員的感覺到,雖然他們講了很多道理, 不過,有時有些的募道者的信德,比他們更強。 在困難當中,對上主的信賴更加大。 所以,其實在一個教學相長的過程當中,大家共同成長。 大家如何能夠懷有這份的握力手,先知這份精神, 在生活當中,在困難裏面,都可以見證福音。 今天我們聽的馬路福音,是耶穌五篇教導的第二篇。 是耶穌派起門徒出外傳教。 而門徒的經驗就是,為了要成為耶穌忠信的門徒, 有時甚至要捨棄自己最親愛的人。 在初期教會, 由於猶太經師他們將那些承認耶穌是墨西亞的人, 驅逐出會堂。 將他們從天主選民的名單上除名, 聲明說,如果誰歸依基督,就被視為背叛了猶太教, 有可能被驅逐出自己的家族或者家庭。 這個情況不單止是從感情的角度, 從社會和經濟角度來看, 這種被排擠的後果是嚴重的,是充滿痛苦的。 耶穌要求自己的門徒要有勇氣, 不要以物質作為安全的保障, 而是要絕對地相信福音的能力, 相信天主的大愛。 最後,主耶穌要求信徒不單止隨時捨棄一切, 甚至要求為了福音的緣故, 而隨時捨棄自己的生命。 在傳福音的過程當中, 並非所有的人都接受到天主同樣的恩寵和禮物, 但天主會以不同的方式向所有的人廣思人士和憐憫。 因此,每一位真正的信徒都會受到邀請去支持 和輔助那些直接傳揚福音的人。 而接納傳揚福音者最好的方法之一, 就是將他們接納到每一個信仰小團體當中, 尤其是將他們為了傳福音而捨棄自己離開家鄉的人。 在內地,一位今年只是四十八歲的女保祿神父, 前幾天因為病的緣故安息主懷。 這位女神父,她生活很簡博,堅守神貧,熱衷使命, 她的善表感度到很多人。 這位女神父的衣食住行特別簡單, 她沒有一件值錢的衣服。 她去教友探訪的時間, 只是要求一碗麵條就心目易足。 這位神父病了之後, 又教友留下了一萬元, 希望買一些寶品。 直到她去世的時間這一萬元, 懸歡不道, 繼續在這裏。 在牧靈方面, 這位神父更加傾盡全力, 黑苦耐露, 想盡辦法怎樣提高, 提升教友的信仰質素。 無論年長或者年幼的, 都從這位神父得到一個好牧人的關懷, 體驗到一份父親般的溫亂。 她這種的牧民態度, 成為了眾人的家人, 並使教會成為一個戶外的大家庭, 見證福音的喜訊。 今天的聖經給我們兩個的喜訊。 第一, 天主給我們每一個教友很多和足夠的恩寵, 去履行先知的使命, 特別是我們首先知的精神和態度, 提醒我們在每日生活當中, 願意和更多的人分享福音的喜訊, 和其他人建立一個深厚的友誼特別, 在其他人感到孤獨、困難或者失去信心和勇氣的時候, 主動地去支持和陪伴他們。 第二, 就說, 天主時時廣誓仁慈和聯繫我們每一個人。 今天, 天主邀請我們接納所有全福音的人的同事, 自己努力, 亦都成為福存者。 特別, 我們要支持每一位將會領使的人。 他們很需要我們的代討和支持。 我們祈求人至大能的上主特別降福他們, 使得他們都能夠成為福音的領報者和傳報者。 我們會不會禁止。 好, 我們會不會禁止。 我們會不會禁止。 來, 我們會不會禁止。 谢谢观看